南极洲 一书到近200年南极风云史 南极到底是谁的 人类的贪婪 又如何改变着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本书讲述了南极洲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的 探险科考及地缘政治史 描写了很多南极洲鲜为人知的故事 比如在南极洲各种活动的背后 其实是各个国家决力的过程 而更重要的是 完整描写了南极条约签订背后的 一系列动作和关键事件 给我们揭开了覆盖在南极洲上的神秘面纱 本书作者大卫代是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 他被誉为澳大利亚的国宝级学者 所谓南极史就是人类发现和争夺南极的历史 南极洲介绍了人类探险家如何经受 极含海冰极液和缺乏食物等死亡考验 最终发现南极大陆甚至登上南极点的故事 地球上最后一片荒芜净土从此被人类征服 本书更为精彩的地方在于 深刻分析了南极被发现之后 各个国家是如何名争暗斗殖民瓜分南极大陆的 以及人类的贪婪和争抢最终又如何改变了南极 我分三部分为大家讲解本书 第一部分南极是怎么被发现的 探险家为此展开了什么样的竞赛 首先是英国的库克船长 他是南极探险史上第一人 1773年带领船队成为第一批进入南极圈的探险者 然后是沙俄的别林斯高进 1820年成为发现南极大陆第一人 然而这第一人称号 却戏剧性的在130年后才被承认 第三是英国的斯科特和挪威的阿蒙森 这两人在1912年展开了一场人类历史上 最为惊心动魄的竞赛 登上南极点 最终以英雄的悲剧之死收场 从此人类征服了地球上最难达到的地点 第四是美国的理查德伯德 1929年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飞越南极点 并从上空拍摄大量南极大陆影像 人类第一次深切感受到 自己对南极大陆的掌控能力 人类探险南极的动力不仅仅是好奇心 更是因为在南极附近发现了海豹 丰富的生物资源成为各国争夺南极的原动力 第二部分南极到底是谁的 国际上占领一块地方遵循的惯例是先占原则 而南极因为自身特殊的气候 让这个原则失效了 因此南极条约做了如下规定 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在此之前各国宣称占有南极的依据有四个 第一谁最先发现 第二举行仪式宣告占有 比如插国旗宣读誓言命名地快 第三掌握详细的勘测和地理信息 第四实际占领如建设基地派人长期驻扎 归根结底争夺南极的主动权取决于国家实力 下面讲一下南极条约是如何诞生的 1959年由于争夺南极的国家相持不下 作为妥协的结果南极条约诞生 成为人类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范本 其核心内容为三条 主权冻结和平利用科学合作 不过虽然条约表面上终止了南极土地争夺 但各国间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 南极条约在法律和科学上带来了正面影响 但因为它的签订是妥协的结果 也就带来了两个风险 一个是冻结的主权争端问题可能随时会被打破 另一个是南极条约本身并不是公平的产物 这个条约并不牢固 第三部分人类如何改变了南极 库克船长虽然没有发现南极大陆 但他记录并出版了南大洋丰富的野生动物 从此全世界的捕猎者都知道了 这里有海豹 鲸鱼和企鹅等 最早遭遇大屠杀的是海豹其游之十分值钱 人类登陆南极陆地后短短十几年内 过度捕猎致使很多海湾的海豹数量锐减 然后是鲸的灾难 20世纪初北极海域的鲸被捕到濒临灭绝后 南极成为捕鲸者的新乐园 某些种类的鲸一度濒临灭绝 鲸被用于提炼鲸油 制作床垫群称以及食用肉类等 除了动物资源 如今南极还面临很多环境问题 如放射性废物倾倒 如今保护南极动物资源 和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共识 自177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南极洲 那片遥远神秘的冰雪大陆的征服与探索 探险家 科学家 政府官员 环保人士商人纷纷登场 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 曲折跌宕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作者便查欧洲 美洲和澳洲的图书馆 档案馆博物馆 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 梳理史实细致考证 使得南极洲200余年的历史 第一次全方位展现在世人面前 喜欢本频道一定记得订阅 天天为你读好书 感谢观看